民进党无论怎么炒作所谓的外交突破 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事实 他们越是闹得欢 恰恰反映出当前身处的困境越艰难 民进党当局昨天又开启了新一轮的自害模式 原因是太平洋小国帕劳邀请蔡英文参加其主办的 我们的海洋大会 蔡英文便指派了台环保署长张子静 以他的特使身份去参会并发表专题演说 对此台外事部门大肆的炒作吹嘘称 这是台湾参与此会议以来的最高层级 更是首次以所谓官方身份受邀 是台湾参与国际海洋活动的一大突破 然而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 这个几乎是第一次听说的什么我们的海洋大会 他第一届是2014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推动的 今年帕劳举办的是第七届 然而尽管他已经举办了数届 事实上这个被吹嘘的会议却并没有什么影响力 也并不是什么正式的国际组织大会 不仅各国政界官员可以参加 像学术界啊企业界包括这个民间组织呢 也可以参与 门槛并不高 有观点就指出这个会议的初衷呢 就是美国要把海洋保护作为可以胁迫国际社会 进行整体行动的借口之一 就是这么个会议 民进党当局却视为珍宝 在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取消访台后的时间节点上 什么我们的海洋大会呢 无疑就成为了民进党当局的一针安慰剂 不过啊值得玩味的是这些我们的海洋大会是怕老主办 美国协办 岛内传出消息 美国要求民进党当局在会上保持低调 尽量的避免使用具有所谓主权象征的符号 对于这一说法呢 民进党当局啊也并没有否认 这显然是美国出于政治战略的考虑 要继续利用台湾这个棋子 但是呢又怕民进党当局借机惹出事端 因此事先警告你民进党当局 至于被民进党当局称为所谓友邦的这个怕老 本来就是一个狂热的反华国家 尽管实现名义上的完全独立 但是美国仍然对其有绝对的影响力 当年李登辉通过金元外交的手段 才得以与其进行所谓的建交 我们可以说啊 怕老与台湾所谓的这个关系啊 其实从一开始就是肮脏的交易 在蔡英文日内呢 民进党当局继续进行大量撒钱 以稳定维持关系 但是事实上啊 怕老这个小小的国家 陆地面积不套500平方公里 还不如咱们中国大多数的县面积要大 民进党当局与其进行所谓的建交 其实就是花钱啊 来满足自己的虚荣感 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所以说啊 无论民进党 你怎么炒作所谓的外交突破 都改变不了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他们闹得越是欢 恰恰就反映出当前身处的困境越艰难 如果继续谋独挑衅 只能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变成了剧场